记者4月30日从广东省公安厅获悉 经国务院批准 自5月1日起 广东省将正式实施外国人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 该政策将极大提升广东省外国人出入境便利水平 吸引更多外国人来越观光旅游和参与经济社会建设 促进粤港澳大湾区要素有序流动 为粤港澳大湾区区域经济发展发挥积极作用 据了解 该政策汇集53个国家持有有效国际旅游证件 和144小时内确定日期 座位前往第三国连城客票的人员 在广东省行政区域内实施过境免签政策 过境外国人可选择从广州白云机场 深圳保安机场 接阳潮汕机场 空港口岸中的任意口岸入境 从广东省具备客运功能的32个 对外开放口岸中的任意口岸出境 据介绍 为了给外国游客提供更加丰富优质的旅游消费选择 广东省还根据政策有关内容和特点 策划了若干条适用于过境免签政策的旅游产品和线路 并加强与港澳地区的联动 研究与港澳地区的合作 借助政策提升粤港澳大湾区一城多展旅游线路的吸引力 广东省文化和旅游厅相关负责人表示 144小时过境免签政策的实施 将提升广东及越港澳大湾区的国际影响力 和对国际游客吸引力 为广东入境旅游市场带来新的发展机遇 该厅将协调旅行社做好过境游客的接待准备工作 加强对入境旅游市场的监管 畅通维权和咨询渠道 维护入境游客的合法权益和市场秩序 加强对入境旅游市场秩序